我马上要秋季招聘了 从9月到11月 这三个月会决定很多同学未来的命运 那有同学想加我的 倩务室会员指导服务 但是刚关注我 不太了解 不知道能不能对自己有帮助 因为马上就要招聘了嘛 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详细琢磨 说看我的视频挨个看 看好了之后再说 没有这个时间了 那这种情况 这就属于我和同学们的共同损失 咱这一期就介绍一下 我这个倩务室会员指导服务的 相关内容 那以家会员和比较了解我的老朋友 就不用看了 耽误你们的时间 是因为时间比钱更重要吗 接下来再详细聊一聊 那新关注我的朋友 可以好好看一下了解了解 接下来我们详细聊一聊 插一句 想从事倩务室开发迷茫的同学 可以关注我的动态 或者视频上方贴士 加微差进入倩务室会员指导服务 目前已解决很多同学的 学习入行发展三大问题了 那我弄这个倩务室会员指导服务 是一个长期服务 是一对一的 直接跟我交流的服务 没有去 我之前在动态中发的都是标签 那它的内容呢 主要从学习入行发展三方面去出发 加会员后呢 会给大家发一份资料 那内容包括十几个题目 都是这些年结合我的经历 像是这个领域的现状 和同学们比较关心的话题 总结出来的 那它有具体的学习路线 学习方法 这肯定是有的 简历面试 职业规划 城市和行业选择 招聘要求 学历要求 硬件软件的测诵点 高端的倩务室 还要注意的地方 还有一些有电材经历的 要注意的地方 报评训班要注意的地方 等等等等 涵盖了学习入行发展 三大核心问题 那大家看完后呢 会整个对倩务室有一个新的认知 结合您的情况 提出您比较关心的问题 我们逐一的有针对性的去解决解答 在学习过程中 也会有指导和纠编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 有简历的优化和面试相关答疑 尤其是这个简历的优化 很多同学都在在这上面 很多同学那个简历写的一年难尽 还有就是offer的选择 你拿到offer了 有的时候拿两个 有的拿好几个 有的不容易拿到一个 或者企业不咋地 或者是有些问题 你该去不该去的都不清楚 那我们这都有 要给你参考 给你解释清楚 什么样的企业 你是否能去 如何如何 这都有 那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项目 供大家学习制作 当然了这个项目是没有圆满的 我会告诉你怎么做 给你一些指导 东西你要自己做出来 因为如果给你圆满了 因为很多同学项目经历 里头的那个 都是现成的一看 那不是你们做的 这是不行的 我给你的东西 得你自己做 当然我会知道你的 那以上这些内容 包括学区路线 项目 都是从真正干活的 实际出发的 他这个实战 和培训班说的实战 可能不一样 我这个实战 是真从干活出发的 找工作 也都是从企业 和面试官的角度 因为我也给别人面过市 都是从这些角度出发的 项目 也是和大家以往 写的简历上的那些小车 什么传感器 采集和传感器 不大一样的 那些简单的小项目 企业并不关心 我给大家项目 是企业真正关心的 能够考察你们能力的 一些东西 那我会和会员同学们 在一个长期的沟通交流下 让你从一个小白 到找到工作 有了明确的规划为止 让大家彻底搞明白 嵌势这个职业 到底该怎么玩 未来到底还该怎么干 当然了 未来你要成大牛了 找到更好的工作 需要参考参考offer 伯伯也会给你参考 这没有问题的 整体呢 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样子 很多新关注的同学 肯定对这个服务有些疑问 那如果你有疑问呢 可以看我 动态置顶 有一个嵌势会员服务指导的介绍 那里头呢 解答了很多大家的疑问 这里就不多说了 会耽误大家时间 那好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加入我的会员 帮助大家走好的一步 我们下期再见